我认为肿瘤科医生 首先是肿瘤科医生 肿瘤科医生 我亦有看家庭的辅导员 因为我认为自己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我认为自己快要死 我两个儿子也很害怕 我老公Lob Jo 我们四个一起来见家庭的辅导员 接着是灵养的服务 他们也给了很多资料 他们也叫我有什么事 就可以立刻入医院 不用等 叫一些人来我家 帮我抽血 我便不用有交通的麻烦 亦都派人来帮我做按摩 因为我的骨头也很痛 肌肉也很痛 亦都派护士来检查我 有没有发烧 或者是其他身体的不息 主要是我有什么事 我便去急症室 不用等 一进去便可以立刻入医院 他们的服务也很完善 令到我都不用怕其他事 我亦都把葬礼也安排 我的遗族也安排 善养中心也叫我安排这些事 我亦都知道每一个程序都做了 我亦都觉得很安心 反而觉得有喜乐 还有我教会的弟兄姊妹 亦都煮汤、煮菜 给我的身体健康 以及做家务 我亦都安排自己 有人来我家清洁 如果是转移了的癌症 千万不要害怕 因为害怕便会乱 而且一定要搜集多些资料 多问一些有关病的病人 不要放弃 而且你每一天都要有喜乐的心 不要有埋怨的心 因为身边的朋友是很疼你 你不要放弃 因为现在的医疗是日生月异的 可能今天等不到 可能明天你会有新的药物来帮助你 还有千万不要把最终的 一听到最终的就很害怕 因为一定要知道 没有人知道你在在世有多少天 就算是医生都不会知道 什么时候是最终的一天 在在世 所以我们要有盼望 不要这么快打定输数 就算医生说半年命 你拿来做一个资料搜集 不要以为你自己只有半年命 一定要有喜乐的心 还有不要去害怕 还有不要只躺在床上 一定要找些事情做 就算是做家务 小小的家务也做一下 或者是煮饭 有些目的 每一天生存都有目的 还有感恩的心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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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